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训 2022年3月25日 葡萄牙适应土耳其 周五凌晨 世界杯欧洲区外围赛附加赛基战术场 当中葡萄牙将主场迎战土耳其 葡萄牙阵容豪华 坐拥具星基斯坦奴 朗拿度的他们在实力上要高出土耳其一档 再加上主场优势 葡萄牙金杖一定会摘得胜过 葡萄牙在境界世界杯欧洲区外围赛中大一失荆州 他们所在的二组并非死亡之组 最强对手也只是塞尔维亚 其料球队太过轻敌 最后一轮分组赛主场被塞尔维亚攻陷 最终无奈屈居该组赐名 葡萄牙需要参加附加赛去争取世界杯决赛周的入场券 首轮淘汰赛他们面对的是土耳其 在所有队伍之中算是实力中上者 不过葡萄牙拥有主场优势 相信基斯坦奴 朗拿度和祖奥 菲利斯以及贝拿度 施华等队友不会再浪费机会 必定要稳操胜券 毕竟葡萄牙已经连续征战了五届世界杯 基斯坦奴 朗拿度不会让这个记录终止在自己手上 要知道这位足坛双胶之一 目前已经为葡萄牙出战184场比赛 贡献115球 他当然不想错过自己第五次参加世界杯的机会 此外 葡萄牙上一次在正式比赛中击败土耳其是2008年的欧国杯 现在阵中的基斯坦奴 朗拿度与祖奥 摩天奴曾在该场比赛中正选出战 如今再次交锋 他们的经验与信心无疑会帮助葡萄牙取胜 与葡萄牙不同 土耳其在今届世界杯欧洲区外围赛分组赛中并非最强者 他们同组的荷兰最终以投名出现并不出奇 而土耳其输掉的唯一一场比赛就是做客出战 被荷兰以6比1大吵 可见球队在他人地盘遭遇强敌确实表现难堪 同样是八轮分组赛 土耳其失足16球 对比仅失6球的葡萄牙 前者的防守能力实在太差 土耳其历史上只参加过二次世界杯 最近一次也要追溯到20年前 最近四届他们均未有资格征战 此次国家队出征大名单之中 前锋布拉克 耶马斯是队内入球最多者30球 也是出场最多者76场 虽然他上级蒂利尔夺得法甲冠军立下投攻 但随着年龄的增大 这位老将经济入球数骤降 他能否在国家队发挥正常还有待观察 由于此一需要做客出战 又是以一场决胜负 在放手一搏的葡萄牙面前 土耳其实在不宜高估 感谢你收听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 订阅我们的频道就是给我们的鼓励 感谢你收听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